第五起,本地遊旅行團、旅客連同工作人員 由4個人,放寬至最多30人 工作人員可以免費做一次病毒檢測 旅行者需要簽署本地旅遊防疫承諾書 承諾為團員買健康保險 放團員涼體溫,要全程戴口罩 吃飯便要跟回直市的防疫規定 交通工具最多只可採一半 使用前後都要消毒 為了推動旅遊業,綠色生活本地遊資助計劃 延長到明年的3月 旅法局亦有新活動 市民會消費800元,可以換取一個本地遊旅行團的名額 如果有旅行者違反承諾書的約章 就不可以再申請這兩個活動 但為何旅行團可以放寬至30人 限聚令繼續維持4個人 今次的豁免其實是有罪和風險可控 是一個有條件的豁免,而不是一個無條件的豁免 會不會這些團都集中在某些地方 現時來說其實每天都很多人去相類似的地方 反而有更加多這些安排的團 旅遊會可能在整體的資料上 更加知道哪些地方是可能多人的時候 可以作出協調和管理 又舉辦綠色遊的旅行社認為是好消息 4人其實我們都很難,因為成本相當高 如果30人是一個合理的期望 反而開始就多發查詢 但一路下距下我們就幾乎趨生2日 所以是很慘的 很開心,很鼓舞,等到頸都長了 旅行社舉辦本地團已經40年 主要去大嶼山,來到等 她說還要想想如何安排行程 東平洲,可能去那些餐廳 最多可以容納得到50人 但50人是說5張桌 但現在30人都要去8張桌 當然4人餐會貴過8人餐 希望政府可以放寬到30人的旅行團 可以8人一位 她預計團費會加價 有線電視記者譚曉彤報道